花蓮市鲜明文化节适逢十周年 今年扩大举办鲜明文化节及盐平王庙文化祭 为期四周活动24号下午进入重头戏 除了有平安记事缅怀仙人 开垦其来的精神也邀请到在地大庙和青年镇头 齐聚在盐平王庙前广场交流各家特色镇头 让民众在现场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花蓮市公所办理的鲜明文化节适逢十周年 今年扩大办理为鲜明文化节及盐平王庙文化祭 为期四周的活动在24号下午进入重头戏 除了有平安记事缅怀仙人 平手知足开垦其来的精神 更邀请在地大庙及青年镇头团体 齐聚盐平王庙前交流各家特色镇头 精彩的表演吸引民众目光 纷纷用手机记录眼前盛况 那今天也请到我们的赶天宫 还有我们盛天宫 还有我们陈天会 以及我们蔡公馆 还有我们花蓮百年的北馆 来进行做一个表演 那在这边其实要非常感谢的是我们 李建新 我们的前代表 也是我们调解会的主席 那共同来在当年 创办了我们鲜明文化节 我们这次跟我们吴仪仁主委 还有李政伟主席后 特别的将我们十周年的 鲜明文化节特别的盛大的举办 那未来我们在十周年以后 我们也希望鲜明文化节能够持续的办下去 让我们在地的文化 能被更多的花蓮人能够看见 也希望我们在外的游子 都能回来一起来参加 鲜明文化节往年以文化导览巡礼为主轴 近来则加入民族风情元素 今年更结合闽南族群传统信仰 希望借由活动 让民众认识当地重要文化资产 也让民众对台湾传统宗教文化 能更深入探讨与认识 而这次的活动当中 也邀请原住民舞蹈团参与活动演出 展现本地的族群和谐 现场还有发放平安洲 让民众吃在嘴里 幸福在心里 为活动画下圆满据点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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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